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用语言的力量分享快乐的传播学博士 梁芷 用善良的力量让青春涌住 我是修学博士 马春萌 我们就是奇幻博士团 奇幻科学城 岚立大木头 每次一出场 心情都特别快乐 因为总能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 以及我们今天的超级孩子王成成 欢迎你们 欢迎 欢迎大家 大家好 本期孩子王成成 著名节目主持人 今天他将带领现场的萌娃们 一起探索声音世界的奥秘 大家好 孩子们好 等一下 我突然觉得今天这个感觉有点奇怪 你听这个声音还在 今天的这个现场的音响师 好像没睡醒 这个声音有点奇怪 不像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又来了又来了 真的 说不清楚是什么 这就很像这个在电影片场的感觉 有好多的奇幻的效果 说的一点没错 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 跟电影相关 说到电影肯定人人都爱看 但是兴趣爱好不一样 我不知道 梁晨 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我倒是很 对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很感兴趣 我们先问问程程吧 程程你现在最爱看什么样的电影 我吧 特别喜欢看什么 神话剧 比如你想腾空而飞呀 你就看那个人一点地 然后手一举你知道吗 然后从指尖 真的我跟你讲 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扮演武侠 你知道吗 再来试一下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毛特效吗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玩一个游戏下来之后 体力并不累 你觉得很伤气 那这个梁晨到底喜欢看什么 今天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讲 因为这个一个男生 当有机会见到自己女神的时候 总会很紧张很羞涩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他的电影 他的电影 一定是一个女明星 我觉得就是所有他的作品 都是我们觉得最珍贵的一些存在 我们看现在大屏幕上 已经有很多他的作品 《王和哲恋》 《南京南京不见不散》 《霸王别姬》 《一九四二》 我可以告诉大家 都是很优秀的影片 超过五百部的电影作品 五百部超过千部万级的电视剧作品 而做大家的主题 比如说西游记 《三国演义》 《大宅门》 《康熙微服私访记》 所有你们能想到的 永不明目 反正所有收视率排行榜 前头的都是他作品 都是他的作品 到底是谁啊 这是谁啊 那这样 我们长话短说 赶紧掌声请出 今天的神奇大教授 中国拟音第一人 魏俊华老师 魏俊华 高级音响诗 中国拟音师第一人 参与拟音电影超过五百部 参与拟音电视剧超过一万集 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 有些因为当时拍摄条件所限 无法同期录下所需的各种影响 或因为剧情所需 必须造出来的某些特殊的影响效果 开始了啊 好 我们逆音要辅助录音师 把很多声音 更加完美地制作出来的一项工作 迷失根据生活和艺术的逻辑 模拟与剧目内容 人物个性 角色身份完全稳固的影响效果 我叫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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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呀你 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像一捧水似的 它终归是要把它露的 但我们每个手指都变得严一点 这水在手心里捧水 就长一点 那么这个魏老师属于这个 这个兢兢业业捧着这个 大家好 我叫魏俊华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我到电影场实习的第一天 我看到了逆音的棚里边 哎呀这个人再神奇地坐着 哎呀我一开始没搞明白 后来呢我和我的录音师的老师说 老师能让我进去看看吗 我这一天把我真正的带进了逆音棚 因为那个戏是郑仲天老师导演的火娃 火娃要拉着这匹马到山上去找红军 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 我就拿起了这个两个马蹄 做出了这个小火娃 拉着这匹马上山上找红军 就是这匹马带进我走进了这个行业 干了一辈子 说起马蹄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说一匹马跑有什么 那么马有不同的情绪 不同的感觉 它在这个跑的过程中 我们逆音师要找到它的感觉 今天这匹送信的马 比方说它跑的时候 自认送到了 老师 你如果比如说在闲庭漫步的时候 悠闲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比方说这匹马今天很悠闲 做这个声音是人工操作的 但是感觉应该是这匹马 它的人物的情绪和马的情绪 艺术的真实和夸张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行业 正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科学的东西 需要你去探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各位老师 你看我是学文学的 就是我觉得从文学的角度看 您的工作也特别有意义 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学里有一类词 叫你生词 比如说诗经的第一句 叫观观鞠鸟 在河之舟 这个观观呢 就是鸟叫的声音 但是可能今天的人会很奇怪啊 因为没有一种鸟的叫声叫观观 那是拐 拐 那是拐 拐 但这个就是中国语言的 你生词的特点 高度的抽象性 而魏老师的工作 则是高度的现实性 对 高度的生活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您的工作特别了不起 那这样 我们在现场先给大家秀一个兴奋 特别好 特别好 给大家喜庆一下 请我的徒弟们上场 魏老师 今天是要给我们带来一段 什么样的你音秀呢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鞭炮齐名 那我们现在就开驰 嗯 哇 太好了 惊奇爆小 太棒了 我想在声音的领域 要是真能实现四两拨千斤 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人 对于声音的敏感性 和对生活观察的仔细 魏老师 魏老师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啊 他能找到两样看似毫不相关的物件 他们发出的声音有某种联系 比如说 我用这个马桶揣子 他这个气压 这个嘣嘣嘣嘣的声音 来模拟这个马蹄的声音 这个特别了不起 就是你得先想到 而这个想到的背后 实际上对声音的敏感 对 然后再通过其他的道具来实现 又是一个难度 对 那咱们今天第一道题目 就与此相关 请听题 我们的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现在呢 我手里 苹果 舞台上呢 摆着三扇屏风 会有三个人 站在屏风后面 大家会听到三声 非常明显地 吃苹果的声音 其中有两个声音 是真实的 而一个声音呢 其实是魏老师 做出来的 吃苹果的音效 那么究竟 哪一扇屏风后面 是魏老师呢 A B 还是C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三个人已经各就各位了 究竟哪一扇屏风后面 是我们的魏老师呢 A B 还是C 咱们按照顺序 来一起听一听好不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那 A 这应该就是吃苹果的声音啊 对 感觉像那种小老鼠 偷苹果的感觉 来 B 停 这个苹果 你咔嚓一口的时候 它不是一下咔嚓就把它咬下来 这个牙齿它是先镶进去 先是咔 然后扣 咬住 再咬住之后 再逐渐挖 往里咔嚓 咔嚓 你们讲的我都为苹果觉得疼 你咔嚓 C 哇 也是啊 其实听上去很像啊 对对 等一下 B和C有区别吗 大家觉得 有 你知道吗 C是什么呢 C是那种苹果啊 挠进去的感觉 是咔 你知道吗 这个两个苹果的质地不一样 我比较同意诚诚的意义 就是B和C很像 我估计可能都是真的苹果 但是A听起来不太像 但是我个人认为绝不是这样 那这样 把你们的答案全部写在题板上 来 写题板上啊 3 2 1 时间到 请亮题板 哦 我们都选A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哈 就是B跟C太夸张 啊 只有A 我真的比较自然 所以我们都认为 A 一定是老师模仿的 哥 你回个头看一眼 你们怎么都选B 有一位选B 有一位选B了 反正我们是A和B吧 回答要非常谨慎 否则会有一些惩罚 真的 请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还有惩罚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请 A 屏风后面的朋友 走到前胎来 现在请 A 走到前胎来 哎呀 我天呐 A是你啊 A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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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吓死我了 天呐 天呐 吓死我了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你再选一次B和C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B跟C都很像 但是B更像 所以凭我做这种 意志类节目这么多年 我个人认为欲盖弥彰 越像了应该越不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 C应该是老师做的 那咱们就一起看看 你这个欲盖弥彰 请C后面的朋友走到前台 请C走到前台 谁 这叫二进宫 朋友你好 我们热烈的掌声 赶紧把魏老师请到舞台上来 毫无悬念了 谢谢魏老师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魏老师 我刚刚为了混淆大家 我就疯狂地吃 我塞得满嘴都是 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你要配一个人 不停地吃苹果的话 你说被撑死 配完一个电影 一个是撑死 还有一个问题 那人第二口要咬下来 他这口还没咬掉呢 对 我们都特别好奇 你究竟是怎么做出 这么逼真的声音 用什么做的呢 看 看 哦 哇 什么 您吃的是白菜啊刚才 魏老师 你能不能再给咱们做一个 我真的不相信 是白菜做出来的声音 我们吃这苹果的时候 是不用看着 我们手头上的东西 我们要看着银幕 咔嚓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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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三口那两口 还没咬完呢 哎呀 您嚼怎么嚼啊 嚼我们也是这样啊 嚼 那么嚼 用指甲嚼 而且他需要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随时地嚼 他的演员的嘴里 咬了满嘴 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声音就没法再配了 哦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东西 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 你觉得自己吃苹果的这个声音 好像和听到别人吃苹果的这个声音 不一样 不一样啊 所以你看刚才 萌萌呀 还有明多呀 他们实际地啃 但是我们反而觉得 哎呀 这个是假的 这为什么 因为我们听到别人吃苹果的这个声音啊 它的这个声音呢 是通过空气传播 主要是空气传播 但是咱们自己啃的时候 这个声音啊 是通过我们颅骨 这个声音传导到我们的中耳 内耳 它是骨传导的 然后我们听别人吃呢 这个叫做空气传导 所以这里面的声音啊 就是有不一样 然后魏老师能够把这种声音的不一样 然后通过不同的白菜 不同的掰法表现出来 这个特别的厉害 而且更厉害的还有情绪 谢谢 谢谢魏老师 我觉得如果魏老师生活在武侠的世界里 他一定是某一门派的宗师 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了 叫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境界了 我跟正义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当我站到这来 我听说哎呀 魏老师带了法宝 我就想着什么宝剑啊 铃铛啊 这个招魂帆什么的 结果一看这是什么 这都是生活当中不欺眼的东西 还有换盒 我觉得可以让咱们的小朋友来猜一猜 他们可以模拟什么样的声音 诚诚带着小朋友来 来来走走走跟我走 啊好的 老师我能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吧 啊可以说 这真的是这一桌子破烂啊 哈哈哈哈 奇迹就从这里出现 老师这是真的我这 这在我手里真的就是破烂了 这样还是赶紧请这老师给咱们解解密吧 行不行 到底是什么 他们一个一个的来 第一样法宝是这个 对 今天我们要有步枪 拉枪栓 哎呦 这个像 老师咱俩配合一下好吧 假如我这就穿好了 因为我原来就当兵了 预备 一二三 哎呀 天哪 好像啊 我瞬间感觉这步子就是枪了 你们看这些东西 可能扔了的话 天天我们都可以见到 但是呢今天皇帝要出宫 一 我不可能抬着皇帝的轿子来 但是我的声音 要做出皇帝出宫的声音 大家可以看 笑脸 老师老师老师 老师来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我配上那个 我假装我是皇上老师 我配合一下 没问题 来我坐一下 一拜走 一拜走 哎 哎 真好哎呦太好了 哎呀真的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那那这几样啊 这个这个羽毛 你看我这刀剧 我觉得它是我的 很好的一个法宝 刘德华爆鸡蛋 可优爆鸡蛋 对 现场 臭小的看清楚了 黎叔包这可是生鸡蛋 黎叔包的可是生鸡蛋 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客气 熟鸡蛋你可以怎么包 那么生鸡蛋包的时候 生鸡蛋和那个薄膜包 隔离开的时候 它应该是很脆的 而且 它这个声音 还不能把这鸡蛋包 包括鸡蛋黄就流出来了 而且这个声音也变了 那么我们控制这个鸡蛋的时候 是很很精细的 我们是可控的 刚刚的魏老师用生活里的几样常见的东西 移花接木以后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声音的神奇 那接下来 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道题目 不但考考现场的朋友 也考考魏老师 请听题 我们现场马上会播放一段声音 大家一定要仔细地听 我们这道题目就在这一段声音当中 其实这个声音大家很熟悉吧 这是飞机的声音 那么这道题目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播放的飞机的声音 请问 是哪种类型的飞机 这谁知道 这谁知道 A 货机 B 客机 C 战斗机 程程 其实这个题不太容易吧 不是 这不是不容易 这文章就是雕钻的这道题 但其实我是听了觉得 这个飞机可能不会太小 挺有规模的一个飞机 我知道是什么了 孩子们你们猜的是什么 你先说你坐过飞机吗 我坐过飞机 我坐过客机 坐过客机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飞机 我就觉得是客机 对 因为就坐过客机 对 因为就坐过客机 在这儿做过战斗机的飞机 你是我 天哪 我在那个博物馆里做过那个战斗机 你在博物馆里做战斗机 请问一下 这博物馆里战斗机能飞吗 不能飞 只是模型 模型 我们这儿有做过战斗机的 做的是战斗机模型 那我们选了啊 程程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会听魏老师怎么选 我才怎么选 我这次一定要抛弃魏老师 我就不相信我选不对 我觉得你肯定选不对 这样我倒数三个数 咱们一起晾踢板 我就觉得是客机 对 因为就坐过客机 在这儿做过战斗机的飞机 你说我 天哪 博物馆里做过那个战斗机 你在博物馆里做战斗机 请问一下 那博物馆里战斗机能飞吗 不能飞 模型 我们这儿有做过战斗机的 做的是战斗机模型 那我们选了啊 程程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会听魏老师怎么选 我才怎么选 我这次一定要抛弃魏老师 我就不相信我选不对 我觉得你肯定选不对 这样我倒数三个数 咱们一起晾踢板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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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 二 一 走 我选得非常孙散 我选A 为什么选A 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飞机明显感觉到沉 货机嘛 它明显感觉到沉 你这个沉和不沉 你怎么听出来的呀 就明显那个喷气的声音响 它重你知道吧 但它也可能是这个科技上 全做的是像正义这样的 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 我改成B算了 可是我觉得刚刚它那个声音 有一种特别急促的感觉呢 那不是马上要吩咐战场了吗 它也有道理 要不改成C算了 陈胜现在就是一个复读机 反正我们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这个真的无法分辨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A 为什么呢 你说的是对的 满载而归的这个飞机啊 它那个起飞 那个气势不一样 你看吧 我就觉得应该是A 它就位在那摆着 所以最后我还是A 但是我又觉得 其实C也要到了 因为我被我那里面 它就有上战场的气势 我们听听小朋友怎么说的 小朋友有选A 选B 选C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为什么选C 选战斗机啊 起飞它应该有点喷气 就是从上面往下打地 就是然后就会有那种气 所以我感觉那种气 就是这种事 就你听到了喷气的声音是吗 就 那种啊 那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呢 我们也要以同样的这道题 来考一考魏老师 您的耳朵能不能分辨 这到底是哪种机型 其实挺难的 不难 不难啊 对 我觉得呢 这个声音是一架客机平飞 魏老师 您还能听得出来 这个飞机是起飞 还是下降 您能分得出来 对 而且他刚才说 选的是客机是吧 对 那这样我们先一起看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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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上滑过的声音 比方说战斗机的声音 它是体积小 我没听明白那个道理是什么 明明我听这是由弱到强 应该是个起飞的状态 其实它这里边是有一种多普勒效应的 根据不同的气流 不同的速度 然后科学性就在这里 魏老师讲到的这个多普勒效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知道声波是一种波 所以如果发出这个声波的物体 它在朝向你运动的时候 运动速度特别快 这个声波就会被压缩 压缩了之后频率高就会变尖 然后当发生了这个物体远离你的时候 这个声波就会被拉长 声音就会变低沉 你想一想这个救护车 朝向你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声音 特别尖 等它远的时候就 走远了 其实这个多普勒效应 它不光是在这个市场生活当中 它会被我们观察到 而且它还被利用 像我们医学上 比如说我们检查这个血管有没有狭窄 这个对很多心血管病人来说非常重要 它就要用到这个多普勒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如果这个河流很宽 它这个水的流速就慢 如果河流很窄 这个流速 就特别快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声波 超声波 打一打这个脑部的血管 如果它返回出来 这个声音变尖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速度比较快 就说明这个 哦 血管可能变窄了 我知道魏老师啊 他是曾经和施皮尔伯格 还有很多的这些大导演都合作过的 这样的一个 一位女医师特别厉害 然后呢 他其实有很多电影里面啊 也会出现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虚拟的声音 就是这种事物啊 他的声音从来没有人听过 你像小草这个出牙 也许他还 这个破土的声音还有 就他可以想象出来 电影里面有很多虚拟的事物 他都没有声音 比如说这个变形金刚是什么声音 这个声音大家很熟悉 问问小朋友 变形金刚的声音 变形金刚的声音 这是变形金刚什么声音 就是从车变到人形 其实变形金刚这个气氛呢 它是一个很宏伟的变形金刚 是我们这个操纵未来世界科学的一个声源 因为他这个声音是画面是虚拟的 但是声音一定要回到现实来 那么比方说变形金刚一栋胳膊一拧一拧 这个字字嘎嘎的声音 都是我们逆音师要创作出来的 而且要把这声音做得淋漓尽致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 是关于拟音的 声音是模拟的 所用的生活里的东西是平平常常的 在有心人的手上是千变万化的 放箭 生活的真实是这样了 如果你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生活的真实有的时候 是不能实现艺术的要求的 我们的电影 都是大家在欣赏艺术嘛 我们的艺术真实 是电影画面的陪衬 让你错 让你错 错呀你 今天魏老师所做的拟音的工作 全中国注册的人不超过五个 全世界不超过三十个 这是一个急需被传承的 我们一定要守着的手艺 坚持做这个行业 我就是凭借着我自己的良心 培养几个好的徒弟 做一些好的影片 对社会赋作 就行了